来关心今天三大报的头条 一样都是强烈台风尼伯特来势汹汹 不过您知道吗 台风天上不上班 职业不同 待遇也大不同 公务员修台风架 算是有薪假 不过劳工修台风架 雇主可以选择不执行 他整个施工架上面 也不能够有任何一些杂物 强台尼伯特西台 北市劳动局绷紧神经 到各处的工地视察 就怕高楼阴架 塔式吊车 遇强风暴雨倒塌酿货 敢在台风登陆前抽查 监视防台准备 然而台风天上班的人不少 不同职业别福利待遇也差很大 公务员修台风架算有薪假 但劳工修台风架可不同 雇主可选择不执行 不是只有公务员人员才在工作 大家都会付出 所以我们应该也要有 有薪的台风架 一视同仁啊 大家都是 不管是什么身份 都是受保护的啊 目前劳机法 并没有台风架的规定 如果停课不停班 劳工可请一年七天的 家庭照顾假 但不执行 但公务员却有五天 有薪的家庭照顾假 如果是停班停课 即使雇主不给薪水 也不算违法 但公务员台风架 则是有薪假 实在差很大 我们希望在劳机法里面 直接就明定 这样的一个非规则于雇主 也不是劳方刻意不到职 这个部分在入法 让他有一个立法明确性 就可以有给付薪资的 这个法人预计 劳工台风架执行得透过修法 但现在台风天已规定 不能强制员工出勤 过去看到 有工读生冒着风雨 外送快递等 以明令禁止 另外即使劳工未出勤 雇主也不得以矿职 或要求以市价 或其他的价别处理 而申请家庭照顾假 可并入市价计算 雇主也不得拒绝 如果以缺勤处分影响烤鸡 雇主将被处以最高三十万元的罚款 记者综合报道